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力继续采用左翼这种以10日短期军线为支撑 60日中期军线为阻力 极为狭小的空间中 完成过度可能性较小 震荡幅度并会扩大 冲高卖出回撤低吸的节奏不能搞错 并盘操作还看护质30分钟的60日线构成的趋势线 盘中不放量跌破 即可视为商场趋势无碍 题材选心不选就 老题材全面开花 就是退潮的开始 因此 编织概念短线可以先放一放 调整概率较高 在今月逢高兑现更加冷却后再小做多机 混 而经过1月11日和21日日两次预证密式启动的智慧农业 却可以积极关注 总之一个题材有雕竿 也护垫 有预热 具备持续性和发酵过程 往往能走得更远 只要该题材没有全面爆发 就具备在回撤中低吸 参与短线博弈的价值 看懂龙头骨刺新骨滑培动力 农业骨八天骨饭双双四零八 成为两世换手高度龙头骨 又高度骨出来 必然刺激短线活跃资金去接力做多 所以昨天指数虽然不咋样 但是赚钱效应很好 题材非常活跃 科创版持续活跃龙头 601811新华文轩 603017中恒设计科创版 近期将就具体内容征求意见 2019年上半年有望迎来首批上市公司 近期已有来几颗机等上海版地独角兽企业 启动IPO工作 盘面上 新华文轩二连版成为高度龙头 中恒设计 超狂科技前排手版助攻 是除了燃料电池之外的强势热点 由于时间点上不断临近 加上不断有政策利好试报 科创版概念后世必然反复活跃 从自己炒作角度和进气盘面来看 首选标的 一定是参股上海版地独角兽 近日选股昨天选的两只股 先入微科技 新型装备逆势收红 前者斩获三个点 后者陆入两个点升幅 上涨结构保持完好 已经介入的朋友建议持股带涨 盘中跌破五日线 作为判断线号 富邦股份 该股属于小市值低市盈率创业 把低价农业品种成交 换手持续放大 股价一盘处理不一局突破半年线 加升量增上涨空间 完全打开具备短线博弈机会 云图控股 该股是智慧农业第一批启动的龙头 也是被赤保基金持续五个季度长期持有的品种 股价在年限附近质量换手展开激烈争夺 低价 赤保重仓 现代农业标升为一身 断线建议高度关注 近日大盘维持载浮振当可能性依然较高 精选个股接入题材热门大涨小回的节奏 比如在22日和大家交流过的次新股盛空股份 当日回撤不破五日线 成为很好的逢低建议机会 在昨日震荡市中你是在获一个涨停 类似这种短线机会大家可以多多参考 如果你也在前期研究股市 不妨关注公众号短线猎手DXLS666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每天盘前9点半 这是更新独家文章和集合定价股 五日线 有点一天 更新消息 对 俳� revenue 四口 由 你 不 Islands